中越南海纠纷引发的暴动已经让台湾30多家上市贵公司被迫停工 其中损失惨重的包括台塑集团 专家表示政府应该要重新审视东南亚的投资环境 从政治结构薪资等多方面考量检讨南境政策 就在14号下午和进钢铁厂也被作火 15号中午台塑表示缠缆包商的越级员工有数百名集体罢工 目前确定入籍劳工的部分有1人因为中暑死亡 90人受伤财务损失目前无法估计 这些年的话一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去 然后这些公司在台湾或其他地方的话 也都有很好的企业的这个形象 比如说台塑啊等等 那所以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在当地的话 应该至少他对外的关系跟企业形象应该是做得不错 所以这次台塑为什么会受到变成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这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要去了解 另外包括纺织股远东兴南防 如虹年兴科技厂 鸿海人宝鸿鸡和群创等也早在越南设厂 其中台塑集团损失最大 像是仁泽工业区台塑旗下的台湾新业 市资150亿台币建造台塑越南首座石化厂也遭到破坏 还有投资3013亿元的台塑合进钢厂 预计明年就要启用 也难逃越南民众的攻击 这个事件的话其实是让台湾重新去审视东南亚的投资环境 那工资之外的话 可能你还是要从整体的这个投资环境的适合 包括说当地政府政策的稳定性 他对于外商保护跟这个欢迎的程度 还有当地的这个政经的情势啊等等 那不应该再用单一的工资啊或者是成本去考量 早期台商看准越南的新型市场和廉价劳工向南逐梦 不过却因为中越南海纠纷成为攻击目标 甚至不排除衍生产业锻炼危机 这也是1994年政府提出南向政策 台商在东南亚有史以来最大受创事件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李金金 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李金金金